今天是断考成绩公布的日子 狐狸猫因为考不好而心情低落 小树蛙健壮便安慰狐狸猫 小树蛙 我这次明明很努力准备断考了 可是成绩出来却还是不尽理想 难道我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吗 狐狸猫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等的回报 心情一定很不好受吧 是啊 今天看到成绩单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阵子好像在浪费时间一样 狐狸猫 虽然考试成绩可以最直接反映学习的成果 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觉得没考好 就是浪费读书时间哦 你要相信走过的路是不会白费的 咦 那是你们班的成绩单吗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呢 好啊 我太伤心了 拿到成绩单的当下就直接放进书包了 狐狸猫 你要不要来看一下你们班的成绩分布 其实大家的分数普遍都不高耶 真的吗 难怪老师发稿卷的时候脸色铁青 是啊 而且你的分数是中位数 不是真的考得非常差哦 中位数 那是什么啊 中位数的意思就是一组数字的中间数字 有一半数字的值会大于中位数 而另一半数字的值则小于中位数 我用你们班的成绩单来说明给你听吧 狐狸猫 你们班上有15个人 所以我们的这组资料有15笔数据 分数是按照座号排列 数字看起来是随机分布的 这样要怎么看啊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些数字 由小到大来排列 好了 当我们把数字由小到大排列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找中位数了 因为我们有15笔数据 所以最中间的那笔数据 15乘以二分之一等于7.5 非整数 所以会是第八个数字 对应到的数字是59 所以我考59分的意思是 我的数学成绩在班上排名中间吗 没错 三年军班的英文科成绩单如图所示 狐狸猫的座号为7号 请找出此班的中位数 以及狐狸猫的成绩高于或低于中位数 先将数字由小到大依序排列 因为整组资料有15笔数据 中位数为第八笔数据 对应到的数字 所以中位数是75 狐狸猫的成绩是60分 所以成绩低于中位数 小树蛙 我们用中位数 把班上数学成绩分成两部分 那我们还可以再分得更细一点吗 当然可以啊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四分位数的概念 四分位数 跟感染球的四分位有关系吗 不是那个四分位啦 是四分位数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四分位数就是把一组资料分成四等份的数字 分成四等份 所以会有三个数字咯 没错 四分位数总共有三个数 由小到大分别是第一四分位数 第二四分位数 以及第三四分位数 第一四分位数会在整组资料中的前四分之一 所以将15乘以四分之一等于3.75 因为不是整组 所以取比3.75大的最小整数 也就是第四个数 第四个数 只能将整组资料平分成四等份哦 那我有个问题 如果有另一组资料 总共有16个数字 那这样四分位数要怎么算呢 哭泥猫反应很快呢 这个情形确实有点特别 我们可以来看看以下列这组资料为例 由小到大 共有16笔资料 分别计算Q1 Q2 Q3 会得到整数第四笔 第八笔 第十二笔 先看到Q1 这时候我们会采用第四和第五笔资料的平均 来作为第一四分位数 也就是8和10的平均 9 那么第二四分位数 就会是第八笔和第九笔的平均 对吗 没错哦 所以Q2等于24加26除以2等于25 有一笔资料由小到大 依序如图所示 请找出此笔资料Q3的值 此分资料共有16笔 Q3所在位置 因为16乘以四分之三 等于12 因为12为整数 所以Q3的值 因为第十二笔和第十三笔资料的平均 等于40加42除以2等于41 此分资料共有16笔 小树蛙利用狐狸猫班上的数学成绩 向狐狸猫说明中位数与四分位数的定义及找法 首先将一组原始资料的数值 由小到大重新排列 第一四分位数Q1 会在资料总数前四分之一的位置 计算结果非整数时取近位后的那笔资料 为整数时则取当笔与下一笔资料的平均 同理 第二四分位数Q2会在资料总数前四分之二的位置 第三四分位数Q3会在资料总数前四分之三的位置 理解了中位数与四分位数的概念之后 我发现自己的数学成绩在班上的排名刚好落在中间 是啊 狐狸猫 这样看来 你是不是比过去的自己又更进步了一些呢 对啊 以前我的排名都在掉车尾 现在好不容易到中间了 看来我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呢 这样的心态很好哦 考不好不要轻嘞 分数不是一切 最主要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好的 也欢迎坐在荧幕前的同学们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哦